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美台关系升温 两岸关系恶化 民进党嘉义师议员蔡文旭接受香港中平社采访的时候 说疫情将使得两岸关系更加的梳理 民进党未来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台湾经济顺利转型 包括分散投资市场降低对大陆的依赖度 实现产业转型等等 蔡文旭点出了台湾面临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和挑战 包括选后两岸关系更加恶化 疫情延烧扩大两岸的疏离感等等 但是无论是民进党还是蔡当局 其实那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处理两岸的关系 疫情过后的经济民生问题当然是至关重要 因为如果经济问题持续恶化 民生问题无法改善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甚至演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但能否改善经济民生或者是经济能否转型的关键 还在于蔡当局能否处理或者是改善两岸关系 但是以目前的这种政治环境和态势来看 蔡英文当局和民进党要稳定或者是改善两岸关系的难度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 评论认为多年来民进党希望降低台湾对大陆市场的益存度 并且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 但是目前台湾出口对大陆的益存度 其实比马英九时期的还要大 从39%上升到41.3%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新南向地区市场都不可能取代大陆市场 台湾经济的改善和出路只能够主要是依赖大陆市场 因此疫情过后或者说蔡英文第二任开始之后 将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会直接影响到两岸的经贸及人民的往来 直接影响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计 相对于两岸关系其他问题重要性都要逊色很多 两岸不破冰 疫情过后的台湾经济一定会更加的厌峻 请问两岸快乐视频 我是宇璐再会 请问两岸快乐视频